一个球员的自律性差,会不会毁掉自己的生涯,罗纳尔迪尼奥就是典型例子,小罗踢球非常有灵性,天赋不敢说史上最高,但绝对能排进前三名,可惜最后由于不自律,导致巅峰期太短,最终毁在了女色上,小罗对女人毫无节制,当年在巴萨踢球的时候,就经常去夜店找女人, 她的巴萨队友也常拿她烂交的事情开她玩笑,他们给小罗起了个绰号,黑山羊,小罗自己也亲程经常比赛前要来一炮,来一炮能让她在球场上活力无限,所以,一般情况下,别说巴塞罗那凌晨一点钟的样子,三点的样子小罗也经常看到,小罗的堕落和她的成长环境有关,小罗在贫民窟长大,靠着足球改变了命运, 但是一下子有名,有钱之后,很快就迷失了自己,她觉得酒精和女人,才是人生追求的目标,可是最终,酒精和女色慢慢新时掉掉了她,小罗和C罗,梅西,詹姆斯等人比起来,在自律性上就差了不少,C罗,梅西和詹姆斯都已经三十几岁了, 但是都是各自领域的领军人物,状态火爆,这种好的状态不是凭空出来的,都是靠着年复一年,日复一日,单调的训练和饮食保持出来的, C罗在健身房过生日,口渴也坚决不喝碳酸饮料,詹姆斯十年不吃猪肉,疯狂健身,梅西毫无悲闻,数十年刻苦训练,一个球员能达到的高度主要是由自己的天赋决定的, 但是边,风期的长度主要是由自己的生活方式决定的,小罗可惜了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